大家好,我是李博文,是卡内西梅隆大学机器人研究所二年级博士生 我在的实验室叫AirLab,导师是Sypatrin Scherer教授 今天非常荣幸受降门的邀请,给大家做一期叫Generalizable Object Perception for Robotics的talk 今天的工作将主要聚焦我过去一年所做的关于将视觉感知模型部署在机器人上将会引发的问题的一些研究 那么具体来说,今天的talk将分为两部分 首先我会向大家share一项关于Motion Generalization Capability的工作 它的名字叫PVT++,收录于ICCV2023 另一项是关于实力及感知的工作,叫做Workstat 收录于Neurips2023,并被选为Spotlight 那么我们首先分享这样一篇工作 叫PVT++, A Simple Framework for End-to-End Predictive Visual Tracking 这项工作是我本科的最后一项工作 当时在上海西日研究院与赵航老师合作的一项工作 这项工作主要解决的问题是目标感知模型 在部署在机器人上会发生的一些延迟问题 好的,那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视觉目标追踪中的延迟问题 假设我们TIT的云零时刻输入了一张图片 这张图片输入到目标追踪器中产生了一个目标后选框 那么无论你的追踪器速度有多么快 它输出后选框的时间,我们称之为R20的时间 永远是晚于这一帧输入的时间的 这是因为你的算法在机器人上是有处理时间的 这样子的处理时间会导致你的结果永远是相对输入帧过时的 这就会导致机器人的很多下游任务 比如说规划决策会受这样子的延迟影响 而且更严重的是如果你的追踪器不是实时的 那么你甚至可能会跳针 比如说这里你的追踪器处理了第0针,第1针 在第1针处理完以后 它只能处理最新的一针,也是第3针 这就会导致第2针被跳过去了 所以2针之间的间隔会更大 为了更定量的了解刚刚这个问题带来的影响 我们可以把评估方式从原来的离间评估 我们只需要一针一针对应处理 然后再一针一针把结果和针值比对得到的结果 这称为offline的评估 我们也可以进行online的评估 我们可以以一个固定的帧率 比如30fps去播放这个视频 然后就让追踪器真正的在机器人平台上处理 考虑一下延迟的评估 我们可以看到在线的延迟可以使这些追踪器大幅下降 那么为解决这个问题 robotics community通常的做法是在感知模型后面接一个预测模型 预测或者说更正过时的结果 那么我们称这样子的组合 一个tracker加一个predictor 我们称之为predictive tracker 它能够用于弥补在线的延迟 在以往的研究中 大家通常使用卡尔曼滤波 作为一个a加b的形式 首先同工目标追踪获得候选框 然后再根据一系列候选框 输入卡尔曼滤波得到更正后的预测的结果 但是与之不同 在这项工作里面 在pvt++中 我们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框架 来解决一个端对端的预测性跟踪问题 在pvt++中我们提出了一个统一的框架 它能够适用于各种追踪器模型 而且这种框架 它不仅考虑了目标的位置变化 而且考虑了目标的视觉特征变化 通过结合位置和视觉特征的变化 来做出更稳定的预测 此外为了避免预测器 产生额外的延迟 pvt++的设计非常轻量 并且可以兼容各种各样的视觉模型 使用pvt++后 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在online评估中 效果不佳的追踪器 比如SIM、RPN++、Resnet和SIMMask 它们在结合了pvt++后 能够取得非常好的效果 有些甚至超过了离线评估中的效果 接下来我想谈一谈 pvt++这个看似简单的框架中的三个设计要点 这也是这篇文章的insights 首先为了实现一个统一的框架 我们发现了一个概念 叫relative motion factor 这个relative motion factor是什么呢 我们首先一个最直观的感受是 我们不如直接训练一个模型 它的输入是过往的bonding box 输出是未来的bonding box 就结束了 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我们发现这样做模型会 会过你和训练级 而很难泛化到测试级 这是因为 比如大家想一想 如果我们的训练级都是 都是电影 或者都是不动的相机拍摄的目标的运动 那么这样子的运动的尺度 以及这样子的运动的特点 将会影响你的预测 导致当你的模型部署在像无人机 像机械狗这样子运动比较大 震动比较大 或者完全不同的运动模式的平台的时候 完全失效 那么为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发现不能直接预测绝对的运动 而应该预测relative motion factor 那么下面我就来讲一讲 relative motion factor的概念 那么relative motion factor是什么 我们可以首先假设 我们的目标是匀速运动的 或者说匀速直线运动的 那么它未来的运动 也就是速度乘上这个ΔF这个时间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 就是过去的速度 不过区别是它除了XY以外 还有它的W和H 也就是后选框的宽度和高度 假设它是匀速直线运动的 那么它下一就是F的间隔后的位置将会是这个 那么现在我们不是直接不是匀速直线运动的了 我们的网络是在预测相对于匀速直线运动假设的偏差值 也就是我们的网络将会输入过往的信息 包括视觉信息 包括框的变化信息 和匀速直线假设中的时间间隔 输出一个改动了匀速直线运动假设时间间隔的调整过后的时间差 再乘上过往的平均速度 这是我们网络的预测值 这也是我们用于计算损失函数 以及在线通过预测未来的预测值 这我们便称之为relative motion factor 另外一个在PVT加价中的设计要点 我们称之为使用tracker的视觉特征 tracker的视觉特征我们发现它不能直接使用 如果直接使用的话对于预测是无效的 为了让tracker的视觉特征为我们的预测器有用 我们提出了两点训练策略 第一点我们称之为auxiliary supervision 这个简单理解就是tracker的视觉特征 首先应该用于定位才能用于预测 假设我们认为这里的XE就是tracker的特征 当然是我们经过一些卷阶层处理后的特征 这个特征除了用于预测未来以外 它本身也应该用于定位 那么熟悉目标追踪的同学应该都知道 目标追踪它其实是框选了上一帧附近的一个patch 通过处理这个patch计算 这一帧相对于上一帧的变化值 再加到上一帧的位置上得到的是这一帧的候选框的位置 那么相对的我们在训练 当tracker接上我们的predictor一起训练的时候 我们需要让tracker的视觉特征 能够计算当前的位置变化 才能通过它预测未来的位置变化 这就是auxiliary supervision 这是第一个设计要点 第二个设计要点是joint optimization 就是我们的追踪器模块应该和应该在早些时候不要冻结 并且用一个比较小的学习率和我们的预测模块一起微调 之后再冻结会比较好 这个就像大家训练比较大的模型 把backbone一开始用比较小的learning rate微调之后fix一样 我们认为tracker比较像是一个比较大的backbone网络 它能够为predictor提供特征 但是它自己也是需要微调和predictor couple在一起的 这两点设计理念 就使得tracker的视觉特征能够为预测起所用了 好的 那么PPT加的最后一个设计要点便是一个轻量化的结构 那么为了防止我们的预测器部署的时候引入额外的延时 导致整个系统的在线效果变差 我们需要一个非常轻量的网络来做预测 这就是一个轻量的网络结构 虽然看起来比较复杂 但是里面的每一个层的通道数都是很低的 据实来说预测器的结构有三部分 首先是两个模态的encoder和temporal interaction 最后是一个share的decoder 那么在encoder部分 fature encoder部分 motion branch输入的就是前k次移动的相对位置 就是一个全连接层加上一个激活函数 那么对于视觉这个模态呢 我们就仿照追踪器的设计理念 作为一个CMS的结构 首先输入template的feature 以及search region的连着的前k格feature 各自分别做2D处理之后 做一个depth-by-correlation 得到中间的feature 那么中间的feature 如之前所说 我们需要一个zillary branch 做一个中间的监督 然后另外就是输入到这个temporal interaction 模块 temporal interaction 主要是前面的encoder处理 是每一个time独立的处理 那么这里我们需要学习历史运动的相对信息 所以我们这个一维的卷辑和三维的卷辑 是作用在时间这个维度上的 当处理完以后 我们将两个模态的特征 直接叠加 concast在一起 之后输入我们的decoder 那么decoder也比较容易 主要是一些MLP的层 但是中间要输入这个 这里有一个设计细节是 假设我们要往后预测三针的话 那就有三个并行的全列阶层 直接输出未来三针的结果 这一点和Carmen滤波不同 Carmen滤波需要跑一个循环 它必须一针一针预测 很难同时预测三针 那么我们这里是可以同时预测三针的 那我们的监督当然就是运动的针值 那么我们预测的是相对运动 正如之前所说 我们预测的其实是相对于 匀速直线运动假设的偏差值 那么这个偏差值乘上相对速度 再加上起始时刻的位置 便得到了预测的位置 这就是整个PVT++ predictor部分的框架 然后这里检视一下我们的定量结果 我们做了非常多定量实验 这里已经涉及到了 UAV tracking中常用的所有数据集 包括DDP70 UAVDT UAV123中的20个长序列和UAV123全部 可以看到我们的方法在不同的追踪器 它们有着不同的backbone 以及它们有着不同的追踪速度 我们的方法都是非常有效的 在有一些方法中 譬如CMRPM ResNet 它的提升达到了60% 在CMJT中提升也达到了60% 这两个数据好像已经和在线的 好像已经和离线评估的结果差距不大了 说明它已经很有效的弥补了 Tracker的online latency 我们的实验都是在机器人平台上所做的 所以也能够反映这个 目标追踪器部署的真实演示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发现在不同的数据集中 不同的模态效果不太一样 比如说在DTP70这种数据集 它大家如果看过DTP70数据集的 数据的都比较清楚 它的运动特别大 视觉特征非常不稳定 经常出现模糊 所以我们也观察到 比如对于ResNet 比如对于Theme Mask 它们的加上这个Visual模块 好像对预测的效果不那么明显 只用Motion就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不过对于像UVDT和UV123这种 视觉特征比较稳定的数据集来说 还是使用视觉分支会比较好 那么整体来看还是应该使用视觉分支 并且使用追踪器的视觉特征做预测 会较好一些 具体大家可以参见原文的补充材料部分 我们有非常详尽的分析 对于是 最后展示一些定量的实验 这里我们定量主要和卡尔曼滤波 以及真值对比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红色的虚线框是原始追踪器 蓝框是卡尔曼滤波 而红色的框是我们的PVT++ 我们发现卡尔曼滤波非常不擅长预测平面内旋转 在旋转的时候 这个通常很容易预测错目标 导致Tracker后面的框选都不对了 整个就跟丢了 这是因为卡尔曼滤波本身 需要对目标的运动模型做一个假设 通常在 约为Tracking中大家没有什么Motion的假设 因为不知道这个物体是什么 也不知道他在怎么运动 所以只能做一个匀速直线假设 另外再加一个噪声像 我们也尝试过从数据中学习这个噪声像 但是效果都不佳 还是使用PVT++这种modal free 但是预测匀速运动的相对值 这种策略会比较好一些 那么下一个工作我想要介绍的是Voxstat VoxalLearning for Novel Instance Detection 相比上一个PVT++的工作 我们考虑的是目标运动的繁华性 那么Voxstat考虑的则是实力级的繁华性 这篇工作是我在CMU读博的第一项工作 这篇工作现在已经收录于Newrips2023 并选为Spotlight Voxstat这个工作受启发的点主要在于 我们发现机器人的很多任务通常都是实力级的 而不是class level的 比如说我们如果想让机器人去机场找我们的箱子 或者去洗衣房找我们丢失的袜子 或者我们想让机器人在桌面抓取某一个东西 机器人对这个所谓东西的感知 无论是post estimation还是detection 都是实力级的 我们发现在这一类应用中通常都是实力级别的感知 但是现有的这个实力级别的感知器 绝大多数都是针对那个实力训练的 没有说能够针对任意实力繁化性很好的实力感测 实力检测器 这里我们限定任务为检测 那么基于这样子的motivation 我们就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 我们称之为instance detection 这个任务的设定是我们给定任意instance的一个multiview的视频 我们假设它是object centric的视频 然后background比较简单 我们希望一方面提取它的visual appearance作为2D特征 另一方面我们去感知instance的3D geometry得到它的3D特征 两者融合去检测这一个特定的实力 这就是我们想定义的一个新的task 这个task能够更多的用于机器人 例如抓取 例如instance search这样子的下游任务 而且我们希望限定的是 这个instance可以是任意的instance 并不仅限于training set中 我们希望它能够做到实力级别的泛化 要实现这个任务 我们首先可以看看已有的方法可以怎么做 那么假设我们这里给了一张测试图片 从时给了我们要找的比如说电击的multiview的template 那么我们首先可以做的是 我们首先在测试图片上生成所有可能的货选框 然后我们将所有可能的货选框 与每一帧template做一个非常详尽的exhaustive2D matching 进而实现对每一个proposal的classification 那这个intuitive的idea显然是可以work的 在以往的工作中 比如在gen60中 他们使用的是一个correlation 这个有点像tracking中的操作 在以往的比如说dtoid这样子的工作中 它用的是一个2D的tention 他们的一般操作是先在这个template中选出最接近的一个 然后再做一些无论是卷积还是通道卷积这样子的 得到相关图 然后直接训练 这样做的效果确实不差 但是他们有一个 但是他们有着两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发现他们对遮挡通常非常不掳望 比如说我们要找一个盒子 那么这个盒子可能露出了一个尖角 那么作为人类我们非常直觉上就知道 我们要找的尖角其实就是那个盒子 但是这样子的2D模型通常很难做到这一点 通过感知物体的几何特性来弥补遮挡的部分 另一个问题是他们对实力的orientation也非常的敏感 比如说我们如果提供的multi view reference都是电机立着 那么如果让这个电机倒下来 一般的2D的方法也都不太work了 这是最大的问题一 另一个问题是2D matching通常非常耗时 这种比如说我们如果想去做一些local point feature matching 那么这个match的时间是很长的 而且local point的这种方式虽然可以对rotation比较robust 它的问题是如果是textureless object 或者说object上的local feature不太明显 那它也是比较容易fail的 那么为了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呢 我们希望提出一个可感知3D的框架 比如说如果我们输入这个multi view的reference 我们希望得到每一张reference image的相对pose 用这样子的旋转pose去组合每一张image 进入一个我们称之为geometry aware voxel representation 来表证这个实力 进而用这一个带有3D信息的voxel representation 去做voxel matching来得到所有候选框中 哪一个可能是我们要找的实力 所以我们的主要motivation和contribution 就是这两个模块 一个甚至为voxel aggregation 一个甚至为voxel matching method 他们可以一个是组建了一个可感知3D的表证 另外一个是利用3D的跟pose有关的信息 做一个voxel matching 对于是前序 一样方式的解决 直到你们已会认为 感谢观看 即使关注放 那可以使用 仍然做得挺是 在我们切勒决定的 这种方式的 一样方式的 要是有关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接下来介绍VolkStat的宏观框架 正如之前所说给定一张测试图 我们首先跑一个open world的detection 得到所有可能的候选框 那么这里的open world detection 我们就跑的是一个比较基本的基于RPN的工作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segment anything 那个工作中其实整体的框架是FasterRCM 区别是将RPN和detectionHead中的分类部分去掉了 变成了回归 它就变成了一个open world detector 我们选择它是因为它的结构比较简单 方便我们做VolkStat的磨盖 在这个open world detection之后 我们提出了一个query voxel aggregation模块 TVA得到template voxel 以及一个query voxel matching模块 去match这个template voxel和这些open world proposal 得到每一个proposal的分类结果 也就是我们最终想要的结果 那么这里先介绍这两个模块的细节 对于template voxel aggregation来说 我们的输入将是support image 也就是它的multiviewreference的每一张图的feature 他们用的是一样的backbone提取的 以及这每一张图所对应的rotation matrix 注意这里我们assume这个reference image 而且是object centric的所以我们可以直接使用 camera pose作为这个object的相对pose 我们只使用了rotation 那么首先我们有一个2D to 3D mapping model 将每一张2D feature提高到voxel feature 接下来我们将每一个voxel 因为它们是在不同的坐标系下定义的voxel 我们通过旋转矩阵 把它们旋转到相同的坐标系 之后再通过求和得到template voxel aggregation 在query voxel matching模块中 我们的做法idea比较类似 首先给定的是每一个proposal的二位特征 我们使用一样的2D to 3D mapping model 得到它们的这个3D voxel 然后为了让它这些proposal的voxel 和template voxel做matching 我们首先需要估计每一个proposal voxel的相对post 相对于template voxel的post 当过完post之后 我们再用propos去旋转这些proposal voxel 得到旋转过后的voxel 再用这些旋转过后的voxel和之前的template voxel去做一个matching 这里我们提出了一个voxel relation模块 具体来说就是3D的dept-wise convolution 它再过一个mlp就会得到这个分类结果 那么这个结构看上去非常make sense 但是实际上直接使用这个结构是bork的 bork的原因非常简单 如果大家记得我刚讲到2D to 3D mapping 那么这个mapping我们其实受启发于video autoencoder 它实际上的操作就是将2D feature reshape成一个3D的voxel 再过一些3D convolution 那么我们发现这种操作是比较brute的 它不是特别能够学到instance的3D信息 那么为了让这样子的结构真正work 我们需要一个两阶段的范式 在第一个阶段 我们首先需要重建 这个重建的目的就是让这个2D to 3D mapping 真正学到如何讲2D feature map成3D voxel 那么这个重建这一个阶段 它做的事情就是假设我输入两帧image 那么我首先可以用我们的这个template voxel aggregation 得到template voxel没有问题 接下来我如果给定一个novo view的rotation 我们去rotate这个template voxel 去decode 那么它应该能得到这个novo view下的image 如果我们的template voxel学到了三维信息 它应该能够生成这样子的image 这是我们的intuition 基于这样的intuition 我们就做了一个重建的预训练 在预训练的过程中我们用这个reconstruction loss scan loss和perception loss去监督 这个预训练过程中我们训练的模块 首先是这个2D encoder 然后我们的tva模块和这个rotation 以及这个decoder 当预训练结束以后 我们才进行的是下一阶段 detection训练 我们将上一阶段预训练tva模块中的2D to 3D mapping 拿出来作为tva和qvm中的initualization 然后再一起训练这个detection 这样的效果才能真正 这样子的模块才能真正让我们的方法学到3D信息 那么除了方法以外 我们这个task其实没有特别好的数据集 一般的数据集都直接定义在line modal occlusion和ycb video上 那么他们的训练集通常就是 直接从二维图片中crop一些template 但是由于我们是需要object centric的video来学到3D信息 所以我们需要组建一些新的训练数据 原训练数据第一步是收集一些instance的他们的3D catmodel 我们用了shapenet和amazon berkeley objects 现在好像还有objectverse之类的更大的数据集 我们有一万个catmodel 然后我们在收集这些catmodel的时候去掉了所有test中 可能出现的semantics 之后我们采用了blender这样一个engine去渲染一些图片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blenderproc2这样子的software非常好用 它能够非常方便的在blender中drop一些instance 得到drop之后的segmentation 然后depth以及它甚至还有这个physics engine 虽然我们没有用到 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工具 那么我们也提供了这样一个渲染的工具包 在现在有更好3D catmodel的情况下 大家也可以尝试使用这个工具包来搭建自己的instance level的训练数据 有了刚才数据包 我们就可以渲染一些用于训练的这个数据集 这个数据集我们称之为OWID open wordinstance detection 它有一万个instance 然后每一个都有一个rgbt 360度的video也带了mask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些video的例子 都是一些multiview的video 除了referencevideo以外 我们也有testimage 也就是training images 其实就是把这些instance随机的往这些带材料的小场景上面扔 扔完之后我们再用一个camera去收集它的post 然后为了让他们的post更 更diverse 我们其实是随机initialize它的post 让它在这个场景中掉下去 这样它在碰到地板的时候 会产生各种各样的post 然后我们像这样渲染了很多数据 然后我们像这样渲染了很多数据 就算什么这么可能 就像芦笈那一样 也就是核心一样 除了在这个地方 相当地参与那个拥有空 的会员 为什么会让它不要 人不然这样 帮人不然 那细子 小学生 我可以去 除了训练数据以外也没有很好的测试基准 所以我们是先使用Line Mode Occlusion和YCB Video中提供的CAD Model 像渲染训练数据一样得到了这些Reference Video 然后直接使用他们官方的这些Test Image作为Query Image 使用这些数据的好处是他们比较Authoritative 然后另外我们也可以在仿真中得到非常准确的Camera的Parameter 但是这样子的问题是他们的Reference Video都是Synthetic的 就不太能evaluate这个Synthetic Real的Domain Gap 所以在这项工作中我们也录制了属于自己的全真实的数据集Robotools 那么这个数据集也已经开源 它包含了20个实例和24个比较Challenging的Scenario 可以看到在机器人实验室背景非常杂乱的情况下 有这么一些Instance需要去Detect 我们可以看到Workstat的效果依然是有提升空间的 也欢迎大家去下载这个数据集玩一玩 有可能可以提升Workstat的性能 最后介绍一下我们的实验结果 首先介绍我们的Benchmark Benchmark部分分为两部分 一个是Synthetic-RealDataset 也就是Reference Video是Synthetic的 Test Image是Real的 这样Dataset包括LineModel Occlusion和YCV Video 那么我们测试了各种各样的Model 其中包括我们自己在OWD上训练的一些2D Baseline 以及一些不完全是OWD训练 比如说我们使用了Clip作为feature 去直接做Costain Similarity计算 Dino去做Costain Similarity得到Score 以及Gen60和BHRL这些在Coco上训练的 这个方法 在所有方法中我们的效果是最好的 而且我们的方法的速度也比较快 这是因为3DMatch只需要做一次 而2DMatch通常需要做很多次 在纯真实的数据就是Robotools上 为了公平起见呢 我们在正文中只是放了都同样在OWD 虚拟数据级上训练的方法的比较 那么在所有的这些Synthetic数据训练中 我们的Workstat也有着最好的性能 此外对于Efficiency而言 我们发现 Workstat的这种3DMatch是比2D的Match 包括Clip、Dino这些先提feature 在过Core-Sign similarity以及我们手搭建的这种 Exhaustive2D的Depth-Wat-Convolution的方法 我们的方法将会是最快的 在Match方面 而且我们也有着比较好的性能 在Applintics中我们也讨论了 Workstat的Synth-Real Domain Gap 相比FoundationModel Workstat因为没有使用那样子的表征 所以有这样一些Synth-Real Domain Gap 会实施我们的FutureWork 这里展示一下我们的效用实验 如前文所说 我们的最重要的点在于这个 Reconstruction Stage 如果不去Reconstruct 直接使用比较Broot的2D to 3D Mapping M训练一个Object Detection 它效果跟2D是差不太多的 只有在先做Reconstruction预训练 得到这个2D to 3D Mapping的 比较好的Initialization之后 作为这个Detection的初始权重 再继续一起断对端训练 Detection才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最后放一些可视化 左边这个是和Gen6D的对比 可以看到Gen6D对Occlusion 是非常不robust的 而且对Post Vibration也很不robust 比如这个版 如果它如果是倒过来放的 它可能就不太能detect了 和DTOID做比较的时候 也同样是Occlusion的问题 当Instance比较blued的时候 它通常很难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最后是和Dyno做比较 在Dyno中我们用了相同的 OpenWord Detector生成Proposal 但是Dyno我们是直接提取了 Proposal的Patch对应的Dyno Feature 和ReferenceVideo的Feature 去算CosinSimilarity 首先这样做非常慢 所以比较也不是特别的公平 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方法依然是比较好的 不过我们的方法相比 Dyno的缺点在于 我们有比较大的Domain Gap 我们发现把我们的方法 作用到real dataset的时候 它的效果可能就没有Dyno好了 这可能也是我们未来的提升方向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的工作 发表的时候Dyno V2 可能也是刚刚出来 所以也算是Concurrent Work 我们是做完了这个工作以后 才和Dyno V2对比 所以未来的可能工作 将是把Dyno V2的Feature 作为Voxel的起始点 再放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可视化 我们发现Voxel的activation 是能够随着rotation变化的 在这里我们将最后的 这个classification score 反传到Voxel的表征上 并且highlight了比较高激活的区域 可以看到当query 随着某一些轴旋转的时候 这些activation score 也在随着这个轴旋转 而且这样的现象 不止在一个instance中出现 在各个testinstance中都有体现 这说明我们的方法是学到了一些 3D的集合信息的 当instance出现旋转的时候 它能够激活这个templateVoxel的不同区域 以及重建 前面有说到过我们的Voxel 是可以接一个decoder 重建出novalview的 那么可以看到它大体的geometry和形状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在即便是testinstance 我们也没有做testtime fine tuning 这和nerv不一样 nerv可能需要 去做一个testtime optimization 得到比较好的reconstruction 那么我们也是 没有做这样子的optimization 直接input这个image 直接 然后还有这个novalview的camera pose 直接输出这个output image 做一个entran的 这个直接求解的framework 我们的效果也是还是可以的 这些code也都全部开源了 也欢迎大家去玩一玩体验一下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talk 我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 PVT++和workstat都有非常多后续工作值得研究 在PVT++中我们的 比较大的limitation是 它只能预测bounding box的未来的位置 以及bounding box的wh 但是对于很多现实的问题 我们做tracking的时候 需要track object上的每一个点 而不是仅仅是它的宽高和中心点位置 所以最近一个比较出圈的工作 叫minimotion 我觉得如果能做到每一个点的预测 预测这个object未来将会怎么进行形变 以及defundable object的运动 如果也能做一些预测的话 将会很有意思 workstat的主要limitation在于 它的semitrial domain gap 在研发workstat的时候 没有foundation model 也没有dinov2这种比较好的 feature representation可以使用 那么现在有了这样子一些更好的表征 也许我们可以从更好的表征出发 搭建3d voxel 得到比较好的效果 另外instance detection这个topic 是研究比较少的方向 我觉得另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是 如何通过multiview reference video 得到最适合detect这一个instance的language description 然后从vision language model的角度出发 得到这个object的候选框 那么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探索的未来方向 我也很希望在这个方向以后能看到 follow up论文 谢谢大家